大宝 别看我 天要看 看 小雪 你怎么变成蜡笔了 我带你去找小经理 魔法成功了 大宝 接下来就靠你了 小贝姐姐 我们去玩吧 大宝 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我不去 大宝姑姑 你怎么戴着眼罩呀 快睁下来吧 不要 熊妹 千万别看我的眼睛 眼睛有什么功能看的 我睁 熊妹 你 你不是大宝 你是谁 我是真的大宝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简然不承认 我这就去找狗王 小贝 你看 小贝 对不起 我不能让你告诉狗王叔叔 等我找到小经理 会把你变回来的 小经理 你在吗 怎么不回答 难道不在家 大宝 你找小经理有事吗 太好了 熊妹 快帮帮我 熊妹 怎么连熊他也中招了 眼睛力 老爹 你干什么 把蜡笔还给我 这是我的蜡笔 凭什么给你 你 你怎么能这样 看我的厉害 怎么没用 哈哈哈哈 天眼魔法是我给你的 对我当然没用了 弱了是你干的 黑暗老爹 快把大家变回来 你觉得我会听你的吗 黑暗之力 哈哈哈哈 终于击齐了 修灵之力 什么竟然没用 等我 我的魔法升级了 救命 轮到我了 蜡笔合体 攻击 哈哈哈哈 太好了 再也不会有人阻止我了 哈哈哈哈 大宝哥哥 请请 我这是在哪儿 我们也不知道 一瞬间就到这里了 大宝 你也是突然出现的 什么 突然出现 没错 我是最早进来的 然后是熊妹小辈和西娜 听起来好熟悉啊 我知道了 我们现在是在蜡笔里 哈哈哈哈 是黑暗老爹 外面到底怎么样了 我来 下魔女之力 黑暗老爹 你要干什么 当然是改造童话王国了 有了魔法蜡笔 你们谁都阻止不了我 你们看 小精灵阴倒了 肯定是黑暗老爹干的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 要不然 童话王国就危险了 可是 我们被困在蜡笔里 什么也做不了呀 别着急 蜡笔是我们编程的 只要我们激发潜能 就能控制蜡笔 不让黑暗老爹得偿 那该怎么做呀 有了 你们快站过来 童话王国 是我的了 蜡笔魔法 怎么回事 蜡笔魔法将黑暗之力 攻击 下魔女之力 西娜 谢谢你 什么 你们怎么出来了 黑暗老爹 你太过分了 我们现在 就把你送进 坏人管理局 什么 朋友 家朋友们 你们喜欢这个故事吗 我们下 小雪 零分 小雪这次表现得不错 大家都要向小雪学习 奖励小雪 好吃的汉堡 和叶罗莉玩具 谢谢眼镜老师 什么 凭什么小雪考了零分 老师也要夸他 眼镜老师怎么这么偏心啊 凭什么考零分 还能拿到汉堡和玩具 眼镜老师真是太偏心了 不行 我要跟着小雪 看看眼镜老师到底有多偏心 小雪下课了 我们一起回家吧 小贝 不行啊 眼镜老师找我还有事 我要跟着小雪 看看眼镜老师到底有什么事 这和小雪一个人说 眼镜老师 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小雪 校长给了我很多泡泡糖 都给你 眼镜老师 谢谢你 什么 这么多泡泡糖 竟然都给小雪了 眼镜老师果然很偏爱小雪 小贝 你怎么来了 你找老师有事吗 没事就快回家吧 眼镜老师 你真偏心 我讨厌你 小贝这是怎么了 小雪 我们今天去游乐园玩吧 小贝 对不起 今天我不能跟你玩了 我要去眼镜老师家一趟 什么 小雪 今天可是周末 你竟然要去眼镜老师家 你要去干嘛 我 我不能告诉你 我先走了 好啊 小雪不告诉我 我偏要知道 我也要去眼镜老师家看看 老师 我来了 小雪 太搞了 要是没有你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眼镜老师 这是我应该做的 小雪 请你吃我自己做的蛋糕 谢谢眼镜老师 真好吃 小雪和眼镜老师的关系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 眼镜老师果然偏心 小贝 大宝 给你们泵泵糖吃 小雪 谢谢你 这不是那天 眼镜老师给小雪的泵泵糖吗 小雪 这些糖眼镜老师那天都给你了 我全都看见了 眼镜老师就是偏心你 你给我们干什么 什么 小贝 这的确是眼镜老师给我的 但是 他让我拿给大家一起吃 不是只给我一个人 什么 原来是这样 那也不能证明 眼镜老师没有偏心 我那天看到你去眼镜老师家 虽然你不说是去干什么 但是我在外面都听到了 眼镜老师说 没有你就不行 小贝 小贝你误会了 我去眼镜老师家 是帮他批改试卷 眼镜老师不想让我提前告诉你们分数 所以我才不能说的 什么 那为什么 前几天的考试你只考了零分 老师还夸你 我考零分 眼镜老师只会冲我发火 小贝 那是因为 那次考试考的是上课睡觉和吹牛 当然分数最低的人就是好孩子了 啊 好吧小雪 可能 我真的是误会你们了 小贝 原来是这样 所以那天 你才会说讨厌老师 眼镜老师 对不起 我不应该误会您 还冲您发脾气 小贝 没关系 小雪小贝大宝 老师当然爱你们每一个学生 绝对不会偏心 眼镜老师 我们也爱你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这个故事吗 天使耳朵 我来给你恢复能量 哦 谢谢你小雪 天使耳朵 我也来给你恢复能量 按你对峙过绝望 不肯哭一场 大宝 我的天亮又掉了 都怪你 你唱的一点都不好听 大宝 来给我唱 我喜欢你的声音 你说恶魔耳朵 我才不给你唱的 天使耳朵 只要有你在 是不会有人唱歌给我听的 看我把你变消失 现在只有我一个耳朵了 他们都会唱歌给我听的 回来了 看错有个魔线包 有个你忘不得了 每个魔线都他知道 都盼望听些个美好 不错不错 我现在感觉很好 谢谢你了黑暗魔王 我回来了 可恶的恶魔耳朵 你休想回复回来 给大家制作噪音 天使耳朵 你看你的天亮一点都没有了 还想跟我斗 走吧 你 我马上就要恢复了 天使耳朵去哪里了 怎么只有你呀 恶魔耳朵 小雪 你是不是还有来唱歌 天使耳朵已经恢复 可回家了 是这样啊 那我给你唱好了 太阳当口罩 快对我笑 小鸟说走走走 你为什么北上大树宝 我的电量怎么回事 我的电量怎么要有劲了 小雪 你做了什么 不是我 我什么都没做 我来救你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我难了司机 没事了没事了 咳魔耳朵 你不能听好听的声音的 不然你的电量会下降 这点你都不知道吗 原来如此 好听的声音 会消耗我的电量 难听的声音 才会增加我的电量 爱莎 这次谢谢你了 谢什么 帮着你 就是在帮着我 什么 你和爱莎是一伙的 对 小雪 不要相信恶魔耳朵的话 所有的一切 天使耳朵都跟我说过了 她是蛋坏蛋 对 她想得到一切的声音 所以是她替走了我 好啊你恶魔耳朵 你这个坏人 好听的声音 不是可以让你消耗掉电量吗 我要让你消失 糟糟糟糟 Oh my god 魔法怎么失灵了 不行 糟糟糟糟 Oh my god 魔法怎么失灵了 糟糟糟糟糟 Oh my god 魔法怎么失灵了 糟糟糟糟糟 Oh my god 魔法怎么失灵了 我来 精灵之力 现在只剩天使耳朵了 我们不用担心了 天使耳朵 我给你补充能量吧 糟糟糟糟 Oh my god 魔法怎么失灵了 天空真的好大 暗色梦想我的墙 小小丫头烦恼不怕 他算什么带我出发 我喜欢迪迪迦奥特曼 我喜欢再罗奥特曼 我喜欢 不行大宝 你不要说 为什么 你看小辈姐姐和熊妹 小辈和熊妹怎么变成诗像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看看小辈姐姐和熊妹 说过自己喜欢的奥特曼之后 就变成了诗像 不会吧 不会吧 这可怎么办 小辈姐大宝 你们怎么也在这里啊 看看这是我最喜欢的 行的 不要说 不要说什么 我就是来给你们看 这是我最喜欢的雷尔奥特曼玩具的 响 大家快来看啊 再对奥特曼名字就可以获得大奖了 这不是太简单了 我们家大宝超级喜欢奥特曼 这些奥特曼的名字我都知道 大宝爸爸 你要参加吗 当然了 这个奥特曼是谁 真是 包包 不要说 为什么 大宝 你肯定想抢先 爸爸一不说出来是吧 我可不同意 你是奥特之父 乃不是奥特之母 大宝爸爸 你可真厉害 恭喜你都回答中去了 给你 这是你的奖戏 哇 奇怪 怎么不见了 爸爸 糟糕了 胖叔叔也消失了 这个怎么办啊 阿上 一定是你搞的果然 你快把他家都恢复原样 大宝 你在说什么 你在这里举办活动 一定是想让大家说出奥特曼的名字 然后让大家都消失 大宝 你真是莫名其妙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阿上 这真的不是你做的吗 我都说了不是我 我二子 这么多的奥特曼 小心大宝 你们也在这里啊 黑暗可可 你要不要来参加这个活动 正确说出奥特曼的名字 就可以获得奖品 人的吗 糟糕了 我要参加 我最喜欢奥特曼了 不行 可可 你不能参加 为什么 我就要参加 我还要赢大奖呢 可可 你不能参加 不然你也会消失的 不然你也会消失的 哥哥 你怎么也来了 黑暗魔王 你怎么知道 说出来奥特曼的名字 就会消失 消失啊 黑暗魔王 难道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好吧 是这样的 我真是太喜欢奥特曼了 要是奥特曼只能我喜欢就好了 我知道了 黑暗之力 别 这下 同学王国 就只能我喜欢奥特曼了 就是这样 对不起大家 是我太自私了 我不应该因为自己的喜欢就这么做 黑暗魔王 那你快把大家变回来啊 对啊 黑暗魔王 你快把大家变回来吧 黑暗之力 回复 小朋友们 你们最喜欢的奥特曼是谁呢 可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